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毕竟是一个巨大的改变 对 变动太大这一次 就是它整个的机制都会有一定的变化 所以说现在的话 10月1号的时候 有很多民众都打电话过来想要申请 但是根本就没有办法 第一就是因为保险公司还在和就是 那个California Cover California 还在协商一些事情 就是还在update一些小细节 而且最主要的是Cover California 和各大保险公司的网站 通通都崩溃 是啊 根本没有办法进去 估价都没有办法 对 当然这个改革呢 其实跟我们说的像欧洲啊 像加拿大啊 还有像台湾的那个全民健保 其实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美国 这个道不能说它是全民健保 那它是一个改革 那希望说大家都要有保险 而且是负担得起的保险 是这样的一种说法 对 现在是说 因为很多人都会很疑问 就是自己到底就不符合申请标准 或者说自己申请的话 有没有要罚款 这种情况的话 是只要您是加州的合法居民 那么您都可以申请保险 那什么情况会罚款的话呢 就是说 第一 如果您是合法的加州居民 您有social security number 您有tax id 有报税 那么呢 第一 您的就是雇主没有给您提供保险 然后第二 您也没有政府保险 那么这种情况您是必须买保险 如果不买的话呢 就可能会有罚款 对 那当然美国呢 其实在改革之前 我们说有上百万的人 大家是没有健康保险的 因为负担不起啊 或者是各种原因 大家没有买保险 那现在都要求有保险 其实刚刚开始 10月初那段时间 你说办公室 每天上千通电话 大家来问的呢 问题就是说 如果我没有保险 我会怎么受到惩罚 其实这个是大家担心的 你说没有保险 会怎么会罚吗 你问题是罚多少 是不是 它每年不一样 那么今年就是明年 2014年的话 它是罚您年收入的百分之一 或者是九十五美元 对 它是看哪个比较高 它会罚哪一个 但是2015年2016年的话 就不一样 会每一年比每一年罚的要高 所以大家都得要有保险 所以说因为第一保险很重要 对每个人都很重要 第二的话呢 如果您很担心自己会被罚款的话 有几个情况是不会被罚款的 第一您的雇主有跟你提过保险 然后您有参与就是您的就是group health 当然这就说明自己有保险 第二的话是政府的保险 您在政府有保险 比如说白卡或者红蓝卡 Medicare之类的 那么也都OK 第三的话如果您的收入很低 即使您有social security 您没有报税的话 这种情况您就是不去买 就是也不会被罚款 就是第三种情况 不会被罚款 对因为您的收入很低 就是即使您有social security 那这种情况你不买的话呢 也不会被罚款 对 那这部分收入这么低的人 他们的保险是政府要提供的 他们可以申请Medicare 就是白卡的保险 这个保险的话 是一个加州的免费的医疗保险 就是说如果您的收入 我以前只记得说老人家 这个不是不算老人家 就是上了65的人 还是64点几的人 可以申请Medicare 申请Medicare 申请Medicare 请问一下 因为现在有不同年龄的人 大家的这个收入程度有限 或者是真的是很贫困的 那对于这个保险 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好不好 那当然接下来还有三个单元 我们还有很多关于个人健康保险的问题 要跟您一样聊 欢迎您广告之后继续收看